今年6月的最后一周,特斯拉用Lindo3每周5000辆的破片荒产能狠狠地回击对那些质疑的人,然而好景不长。 根据Business Insider,今日报道,他们看到特斯拉内部文件,显示着5000辆Model3,竟然有4300辆需要返修,每辆汽车平均需要37分钟的维修时间才能达到合格标准。来源, 在汽车行业,下了生产性后不需要返修,那也就是首次合格的汽车数量占总生产量的比例成为工,长生产线的直通率,按照直通帅的定义,也就是说6月最后一周,生产的5000辆Model3的直通率低至14%,根据全球制造业指南杂志 The Harbour Report,创始人,二维咨询顾问,业内专家Yuan Harbour,表示,有竞争力的工厂当然不需要修理80%以上的车辆,我知道的优质工厂的直通率大约的65%到80%之间。 此外,Harbour还表示,工厂人工劳动的总时间除以工厂,生产的车辆总数即为工厂的劳动生产效率,所以这些不合格的车, 会对劳动生产效率产生直接影响,因为工人们不得不好,被额外的精力进行维修,从而降低工厂的劳动生产效率。 特斯拉的一位代表告诉Business Insider,虽然直通率是保密的,但这些需要返修的汽车都是小问题,大部分汽车下生产线后,是没有严重缺陷的。 并且自从上个季度以来,生产Model三个平均工时减少了近30%,该代表强调道,我们的目标是为每位顾客制造出完美的汽车。 为了确保质量,我们会在汽车出厂前进行最细致的检查,把关质量,生产线上配备了专用的检测团队,在各车间跟踪美辆车的质量,下了生产线的汽车,还有额外的质量控制。 而这一切都是在汽车离开工厂交付给客户之前完成的,来源。 MIT Technology Review 8月1日,马斯克在特斯拉Q2财宝电话会议上表示7月份的Model三中产量已普遍超过了5000辆。 但当Business Incentor询问特斯拉是否会继续提高Model三产能时,特斯拉并没有回应。 Model三最主要的返修原因是失败的手工作业,其次便是车内装饰问题。 一位工人匿名告诉Business Incentor,特斯拉的人工安装生产线上的所有工作都是手工完成的。 马斯克在特斯拉Q2财宝电话会议上,表示将通过改善生产流程来提高产能,但并没有说如何改进,或将产能具体提到多少。 当特斯拉现在的制造过程被吐槽,是存在大量的改善和等待现象,他坦承道,制造过程中有时候会因为某一个部件有缺陷使得整个生产线停滞,目前工厂生产一辆车的劳动力成本确实高昂。 来源,NMIT Technology Review,关于马斯克的苦恼,哈巴表示,在过去的25年里,传统汽车制造商一直致力于通过改善生产制造的流程来解决这类问题。 顶级工厂会在生产线的某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后,立即维修,问题不会传递到下一步或是生产线末端。 哈巴拿风田公司的成功利率,说道,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认为汽车总是需要修理的。 但当时的风田就好像如今马斯克重挑战驾驶汽车的方式一样,风田的制造系统挑战了汽车,总是需要修理的想法,他们的目标是零缺陷,还完成得十分成功。